狗不能吃剩菜剩饭 谁告诉你的 如果断粮的情况之下 你给它吃点米饭 馒头拌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我自己就是开狗粮厂的 对狗类营养是非常了解的 最近疫情有点严重 有很多地方快递都进不去 进不去的情况下 有很多养猫养狗的朋友 家中已经断粮了 平时为什么很多人说 猫猫狗狗不能吃剩菜剩饭 因为人类的食物里面 盐含量太重了 长期食用的话 对于猫狗来说负担太重 但是在断粮的情况之下 你偶尔喂它几天 是没有一点影响的 如果你害怕人类的食物 含量量太多的话 你可以自己给猫猫狗狗 去制作食物 因为猫狗 它都是肉食性为主的动物 你用大量的肉类 然后半点米饭 半点馒头 去喂狗几天时间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您在制制猫食 狗食的时候要注意了 因为猫狗它跟人类是不一样的 对于盐含量需求没有那么高 你制制食物的时候 按每公斤放0.1克的盐 去调味就可以了 我请问一下